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可以知道这场活动不仅仅是一场活动而已 更是人心之渴望 人心之所向 没错 人类目前现有的文化 文明 现有的道德观 价值观 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人类目前所面对的种种危机 也不能解决人类自己目前所制造的种种问题 科技的日新月异 丰富的物质生活 并没有让人类过得更幸福 更快乐 更欢喜 反而现代人的痛苦指数不断地攀升 忧郁症 躁郁症 自闭症 自杀的梦魇 现代人总是挥之不去 所以我们人类如果不能再开创新文化 新文明 新道德 新价值 那么我们人类是没有未来的 是的 人类的生存进化 包括物质进化 精神进化 心灵进化 人类到现在21世纪初 物质进化已经是登峰造极了 虽然物质进化已经登峰造极 但是人类的精神进化与心灵进化 并没有同时跟上 这怎么证明呢 因为啊 现代的人活得并不快乐 并不幸福 没错 当物质进化是一枝独秀 精神进化 心灵进化 却一步一步视为之时 其实啊 这就是人类生存退化的开始 也是人类生存危机的开始啊 所以说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错误的生存观 生活观 生命观 错误的价值观 审美观的历史 如果我们人类没有一起来开创更好的未来 那我们是没有希望的 开创人类新文化 新文明 新道德 新价值的四星运动 由你 有我 有大家一起携手做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